主持旭敏, 尤達, 錢偉樂 一拖二, 四, 五十 這場是三四六十十 膽是六號 鴛鴦Q膽也是他 三、四重彩, 老規矩 就是三、八、十、十一、十三 五隻穿雲 九拖二、三、六、十四 四號大家到時… 如果你看到臨場或馬神泰各樣 形勢相對是比較好一點的 四號大家都要想想 嘗試都跑第四 三、四重彩 一、五、七、十、一、十三 穿圍巨 對, 如果這場十三號跑出來 就好分了 對 到時可能有十倍都未定 三、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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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空發工 玉敏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第二支 今天在大埔 上次江浦元朗的遊行 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鍾建平 他是負責去申請這個遊行的不反對通知書 結果就給他一個反對通知書 他就叫人不要去遊行 不如他出去走就行了 我們也是這樣說 後來就拘捕了他 拘捕了他今天就去警署報道的時候 他就拘捕 拘捕的意思是我不擔保 因為你告我了 這個我以前也做過的 就是2011年那次七一大遊行 我們被拘捕了一百二十多人 在北角警署 幾乎是通宵 做了那些程序 我們就不允許口供 我就跟主管說 我們這裡的人 你做了 打了指紋 寫了名字 身份證 做了這些 我告訴你 你不如就告 我們就不擔保 OK 不擔保的意思是 有一個警署報道的 然後或者他要整理好之後 又去調查 看看是否要告你 後來就告我們FIVA集結 是吧 告了10個八個人FIVA集結 我們其他人就去做這個 所謂Bank Over 那就沒事了 包括很多 李偉宜 陳志全 那些我都叫他去Bank Over 那我就搜被告 然後陳志全有 陳志全有被告 其他那些 有些就去Bank Over 那我們幾個就要上法庭 過幾條非法集結 參加給幾批准集會 那次我記得就判我坐牢 然後換刑 然後我上訴 就變了罰4,800元 這個就是我現在的案底 OK 我良民證拿不到就是這個案底 但這個案底是江榮的 這個鍾建平是劇部 但是當時有個網台 就是TMHK 那應該就是白影 去訪問他 是吧 那就中招 那他走經大埔虛站 並且進行採訪 我看回TMHK的說法 發言被跟蹤 嘗試調頭走的時候 就有四個司集者迎面而來 推開記者 他推開記者 就是專門打這個鍾建平 對吧 那當時的記者 應該現在來說 Jeffery 張 應該是白影 我不知道 說錯了你指證我 總之就叫Jeffery 就表明身份 我是記者 那三個司集者 聽到記者就停手 另外有一個人 就繼續打這個鍾建平 你有沒有記者 為甚麼不想幫忙呢 看看自己的能力才可以 他有嘗試分隔雙方 但剩下那個司集者 不願意停手 連記者也打 我看了白影的Facebook 他確認是他們 OK 連記者也打 就是這樣 接著就是白影的報警 十幾個警員來 這種做法 這個不是偶然的 OK 所以我剛才說 這個是黑幫 這個黑幫還是包括 有這些 國家機器力量 不如這樣說吧 好嗎 OK 是有計劃 還有可能是一張名單 或者有一群人是專門做這些東西 包括那些藍亞裔的那些 那些叫做打手 是吧 這些藍亞裔的打手 他真的有一群人 有些人進了某一些社團 是吧 這個多過分 你可以說 香港是變成這樣 現在可以 是吧 所以那天有些人跟我說 動文表 你也可能是黑名單 我說是福不是和 事惡多 不過 我們這些人 幾十歲人 你打我一桌就死了 對吧 那你會搞出人命 很危險 真的告你謀殺 對吧 去到這樣 還有什麼叫很害怕 喂 我就是年紀大 屌你了 不要那些年輕人 喂 這樣大家要還拖 對不對 不能讓你打 屌你了 真的 對吧 好了 岑子杰 跟她那個朋友 又屌你了 在左敦地邊 今天又被人搞 還有一間茶餐廳 是吧 那陳梓杰 因為她曝光率這麼高 每人都知道 喂 這些就是 還不是屌你了 什麼特定對象 這些 還有831的遊行 是吧 還有831的遊行 現在不讓人集會遊行 待會我們再說 林鄭月娥 這個政權 在香港歷史上 最邪惡的政權 真是最邪惡的政權 所以現在 你三思十三局 這些人 你真的不要走出來 你走出來 就告訴別人 你是這個邪惡政權的 你真是 吵你了 行系一氣狼狽為奸 你羅志剛今天走出來 說什麼話 開記者會 你劉剛說 吵你了 你殺小孩說什麼 你這群全班都是賊 香港人不會認同你這個政權 你看看最近的民意調查 吵你了 那個每以內的負政值63% 你說多恐怖 就是說 是不得人心 以及在任何一個文明開放的社會 這個政權 早就要收工了 是被人 不用人民推翻 一改選 一定要改選 你就全家產了 你這群傻子 你這群傻子 每一天拿一萬多元的薪金 有幾個司長還要住官邸 大屋 吵你了 有24小時有人服侍你 是吧 你這群傻子對得住香港人嗎 林鄭月娥 張建宗 鄭若驊 這個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 陳茂波 再加上那13個陳陸局長 是吧 吵你了 你對得住香港人嗎 你稍為有良知的 你就要跟這個林鄭月娥割席 你應該不去拒 那我就會敬重你 吵你了 你還要走出來 做幫兇 與無倫次 吵你了 李家超你看看他 吵你了 以前都很微好貌 做副局長的時候 保安局 現在吵你了 整個太監奴才的樣子 灰索 噁心 吵你了 你看現在盧偉聰都在那邊 退休 現在的副處長是翻炎 拼任回來的 OK 然後呢 他就負責做殺手 吵你了 吵你了 是吧 我們有理由相信 直接領導這個副處長的 不是警務處長 亦都不是特區政府 是共產黨派駐在香港 那些所謂的警政機構 或者中聯辦 那些什麼警惕 聯絡部那些人 吵你了 真是 是吧 現在你中共不敢出手 吵你了 就是利用下面這幫奴才 吵你了 自己搞定 現在就是這樣 所謂自己搞定 中聯辦 包括吵你了 組織721的 吵你了 元朗恐襲 告給我吧 吵你了 吵你了 真是 所以怎麽可以 涉獨立調查委員會 沒有可能 現在包括那些比較中立的人 溫和一些 甚至建制派的人 都認為721不能夠接受 吵你了 那些黑衣人 吵你了 黑衣人 吵你了 吵你了 那些黑衣軍 你吵他一隻臭 那就沒得說了 大家不忍同情見 你可以說 你不是 你進去車站那裏 吵你了 進去地鐵車廂裏 無差別襲擊 那是用國際的標準來的 這是恐怖襲擊 你吵你了 不要上國際法庭 我現在告訴你 吵你了 吵你了 你這群人 不要很可愛 告你暴動坐幾樓 拿三十幾百萬安家費 吵你了 一定是這樣走的 是不是 你抓了三十幾人 告幾個暴動 好了 判了三兩樓 吵你了 全部有幾百萬安家費 吵你了 那些古惑仔有幾百萬 吵你了 坐三年 吵你了 又不用工作 多舒服 是不是 一定是這樣玩的 現在是 他嚇咬你的人 現在打中建平 接著打沈子傑 接著就找誰來打 接著是黃之鋒 接著是誰 陸續來 是吧 警察 關人事 你報警 不就太慢了 抵人你死 他的心 一定是說抵人你死 是不是 你這群蟑螂 你唯恐天下不離 你弄得到我周生 不得閒 你現在被人打 你懂得找我警察 一定是這樣的心態 你怎麼說警隊是專業的隊伍 你現在變成狗屎 你專業就不應該在執勤的時候 跟那些示威者吵架 你立多少歲 你專業就不應該叫那些示威者 做蟑螂 那些示威者吵架 你專業 你的心態就是這樣 現在就在這裡說 你扮死狗 我的子女上學 又被人欺凌 接著這些傻子是欺凌 有證據 什麼傻子要欺凌 如果那些小朋友 是不是 就是去上學 給那些同學笑咬他 或者跟他割席 這個他就要回去告訴他父親 都是你大血 你了 美人 是不是 和及家人 是你累得他們受這些屈辱 但是我亦奉勸那些小朋友 你就不要去罵這些同學 亦都不能夠欺凌 你可以不理睬他 但是你不理睬他 他都會說你欺凌 是呀 我不理睬他 真的是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教育 教識小朋友 什麼叫是非善惡 什麼叫良知 什麼叫是非善惡 是嗎 是 小朋友是無辜的 包括那些警察家屬 這些小孩子 他是無辜的 大人就不應該 做一些 做一些事情令到這些小朋友 覺得不開心 但是他的同學 當然是很難說的 他知道這件事 他一定有看法有立場 這個是人的基本良知 的一個反應 好休息一會 就先去做一些好事 他就要做一些好事 我會想過 到最好有事 有話 是 他自己做到的 都不是 感谢观看